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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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这画面就已经让观众们疯狂尖叫了 有人感叹 孤儿和姑姑终于在一起了 这么养养的画面 怪不得陈妍希要起现场看着陈晓 但是谁能想到 这么浪漫的吻戏竟然是开机第三天就拍的 那个时候两人还比较生疏 不过话系里就已经能嗅到一丝甜甜的气息了 画面中 导演亲自向两人示范该如何演绎出浪漫 且具有氛围的接吻 镜头一转 只见刘亦菲与陈晓星是四处欣赏着船边美景 随后两人视线相撞深情对视片刻 便情不自禁的相拥而吻了起来 刘亦菲将手盘在南方肩上 陈晓泽搂住女方腰间 双方紧紧相贴 动作亲密 而一旁的围观人员更是纷纷惊呼 随后导演还表示 改大吻希后期还会加一些飘落的瓜伴 刘亦菲文言立马调侃到拍起来下一幕杯 陈晓泽附和到非常浪漫 随后导演还抠起吻希细节 示意刘亦菲需要片头送上相吻 而她也是有样学样对镜送上飞吻 简直不要太扬眼 何喜是联想到了吻希的画面 两人都忍不住开始大笑 刘亦菲手握台词本笑到差点出话 杨纯露齿大笑丝毫没有迷惊包袱 陈晓更是直接被逗得笑到咪眼 两人这感觉像极了刚开始互生情愫的小情侣 真让人疯狂心动 当看到东方青苍和小兰花的抓紧吻时 真的被惊到了 救命啊 这真的不是真情侣吗 惊得也太用力了 怪不得CP粉们入坑就出不来了 导演真的很会 完全知道观众们想要看什么 华西画面中 东方青苍双手捧着小兰花的头 两人憋着眼睛开始深情的亲吻 关键是竟然能够听到接吻的声音 东方青苍你是在作奶嘴吗 不过这么激烈的画面 真的是我们能看的吗 随后不许是东方青苍肺虎量太大 小兰花被亲到喘不过气 一双小手在男主面前使劲扑腾 网友们直呼太郁了 可能是亲的太枉我了 导致亲完之后都忘记演戏了 另一则诀别吻西花絮中 两人亲的就比较平稳了 摄像机拉成近景360度无死角 表情都看得一切二组 不过之后小兰花一句 你干嘛亲我亲的那么热烈 直接让东方青苍耳根子都红透了 看到现在终于理解CP粉了 我已经满脑子都是地心引力了 同样的爆款巨星和灿烂里的烛火吻花絮 真的别把我填死 看高级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里面有一段著名的命门片段 烛光照在两个人的脸上 显得非常柔和 温柔浅浅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两人慢慢的靠近 微微侧头 安静的房间让他们更加焦羞了 和导演一起回看监控画面时 都笑得不敢看对方 这暧昧氛围真是绝了 这个吻熙花絮片段里 导演简直就是我的互联网嘴体 画面中两人在走戏 导演一脸着急的说 现在就要赶紧亲 露丝害羞的说 至于吗 太心急了 导演观众想看赶紧亲 接着露丝就微微侧头 亲了无泪的脸 这氛围真的不要太浪漫 不过导演可CP的心思还不满足 不是亲贼 调把咱们导演给急的 还有树下吻的画面也很好磕 华系里细节堂更多了 无泪搂着露丝 浅浅磨缩着后背 看着露丝笑得比花椒还灿烂 慢慢低头吻向赵露丝 好了 我宣布这个最佳情侣奖 就是你们了 成爷和颜冰岩 在琉璃的激烈传吻 也超级经典 不过这场吻戏 在正片里也是删减过的 因为尺度实在太大了 画面中 两人在泪水中坦白心意 先机温柔的 轻轻的吻思凤 从脸一路吻到胸口 慈凤也抓着玄机的脖子 一阵热吻 慈凤玄机手吻 因此成为微薄热门话题 这个吻应该是近期 古装剧最大尺度的吻戏了 还有在沉香中 成爷和杨子的玉童吻 这场面直接引起 众网友的土拨鼠尖叫 直呼成爷太会了 在杨子准备吻上去时 成爷似乎再也等不及了 主动上前吻上杨子 左手紧紧的握上杨子 纤细的手腕 实陆陆的手臂青筋抱起 强势的进攻 让杨子无力招架沉浸几中 其外杨子也是似乎 有点缺氧的状态 在迪牙吻花絮中 两人吻得用力又深情 用力抱的那一下 沉溺手上的青筋抱起 你能感受到那种疯狂的沉溺吗 就像是要把杨子揉进身体里 脖子上的青筋也好晕 缠绵翡测温存带感 其外两人又买肩抱在一起 这样的花絮让网友们直呼看不够 要多来点 杨子和肖战的吻习花絮 有种真情侣在谈恋爱的感觉 视频中 杨子身披风衣外套 被肖战抱在怀里 肖战低头亲吻杨子 先搂紧腰 留一只手再按着头 这棒道的样子 看得观众直呼上头 不得不说 战哥也太会了吧 情文之后 依然有种恋恋不舍的感觉 而且再加上两人的身高差 站在一起 就有种很般配的感觉 咱就是说 你俩演技也太强了 能把真情侣的那种 爱命氛围 演得这么缠身 也是独一分了 迪力热巴和杨阳的长戏吻 视觉冲击力更强 正是剧集里有一场 杨阳将迪力热巴抱到床上 手臂支撑着女方头部 让其一点一点慢慢下沉 而杨阳吻得非常真实 且不有层次 从刚开始的温柔试探 到后来的疯狂索取 从前还会停顿一下 调整呼吸 再度吻上去 就是更加激烈的狂风暴雨 真的好会轻 现场除了导演 摄影师 还有好些工作人员一旁围观 从吻吸再到床上的搂抱 俩人都非常自然 还有心情开玩笑 排完之后 杨阳瞬间出息秒变调皮 调侃 这是VIP才能看的花絮 确实 这花絮撒糖力度有点强了 所以可CP的我们 无疑是巨额福利 不过片方最动如何 牢牢抓住CP粉的心 他们甚至放出了 第二单亲密系花絮 依旧在南方家里 依旧是一场床戏 导演让杨阳 把上衣衬衫扣子多解开几个 画面冲击性更强 一类热巴则直接说 死了得了 把这 聂明星还挺懂观众的心思 龙云星和白鹿 在半时蜜糖半时商的吻吸 也是走成人式路线 每个吻都又酥又郁 游走在尺度边缘 除雪吻 电梯吻 沙发吻 地板吻 每个吻都像要 瞬间喉咙里一样超级异 其中最最经典的 当然就是伴随着 闯息的吻吸了 画面中 袁帅和将军从电梯内就开始吻 一路吻到家门口 楼道里也没停过 年轻海边脱衣服 回到房间继续吻 袁帅把将军按在床上 然后一路从嘴巴吻到脖子 尺度超大 食品中导演还亲自给他们示范 勤到一半突然笑场 白鹿说要先看一下效果 结果罗云西一脸害羞的表示拒绝 咱就是说 人家别人拍吻戏 都是女演员更害羞一点 怎么到你们俩就反过来了 如果说罗云西和白鹿的吻戏 太激烈的话 那么谭松韵和徐卫洲的 这个长达90秒雨中吻戏的花絮 就真的是又蠢又郁 打野中依附石头的两个人 一黑一白的颜色 看起来就像天使和恶魔 徐卫洲一手搂着腰 一手捧着谭松韵的脸 仿佛要把她提起来 石头的衬衫 隐隐约约透着白皙的肌肤 看起来真是太郁了 还有谭松韵和人家伦锦 一只巷里的屋顶吻 花絮中咱们国超也是老害羞了 脸红发热像烤熟了一样 拍完自己 还用手冰敷自己的小脸 也太可爱了 国超哥哥 你这是自己拍吻戏也上头了吗 但以佳人之名利 谭松韵和松微龙 也有许多高唐名场面 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树东吻 华讯视频中 灵霄把尖尖击起来 冷不防的吻下去 这个超萌生高超好甜 尖尖的脚纹 且离底像五味熊一样 跨坐在灵霄的腰间 又甜又酥 这场吻戏 直接在我心里封神了 《不会恋爱的我们》 这部剧中的吻戏也是非常多 在曝光的欢喜视频中 金城和王子依 吻得热火朝天 哪怕镜头是对脸排 细节看得清清楚楚 两人也丝毫不在意 亲吻得十分投入 王子依紧紧的搂着金城的腰 两人亲吻的画面 简直就是偶像剧一般 十分的唯美甜蜜 吻戏结束之后 王子依发现两个人吻得太热烈 金城嘴上的口红都花了 他还贴心的帮着 擦掉了多余的口红 但是在这个擦口红的过程中 两人依旧是拥抱的姿势 看上去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般 隔着屏幕都让人小炉乱撞 看了金城剧中的吻戏花絮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实在是太会吻太温柔了 影视作品中 吻戏是一种常见的情节元素 这是导演 编剧为了剧情需要而设计的情节 在镜头前 演员们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 通过吻戏展现出角色之间的情感 但是 有时候这些吻戏不仅仅是表演 也成为了一种考验演员人品的试金石 有些演员在吻戏中 展现出了专业和敬业的态度 他们能够以真实而自然的表演 让观众产生共鸣 他们注重与搭档的默契配合 尊重对方的边界 演绎出优美而令人陶醉的画面 这样的演员展示出了他们的专业素养 和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然而 也有一些演员在吻戏中表现出了不好的行为 他们无视对方的感受 甚至以吻戏为借口进行性骚扰 这种行为不仅令观众感到不适 更严重的侵犯了演员之间的尊重和安全边界 今天一看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些在吻戏中 暴露真实人体的演员们吧 惊悍 我们都知道 吻戏对演员来说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需要两位演员在镜头前展现出浓烈的情感 让观众为之心动 可是 在和孙怡合作惊喜和西时 金汉却在拍吻戏前大吃麻辣味的小龙虾 让孙怡备受困扰 吻戏结束后 他的嘴都被麻得生痛 这场戏成为了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这一举动引起了观众们的不满 纷纷为孙怡打抱不停 觉得金汉的人品素质有问题 缺乏对女演员的尊重 而更早之前 媒体还拍到金汉在抽烟后 直接与对戏的彭小冉拍吻戏 镜头开拍 彭小冉也只能勉强接受 作为演员 尊重对方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金汉似乎对此会以为意 金汉虽然在微博上回应 称不接受断章取义 但他的回应却让人感觉 像是在嘲讽孙怡为了炒作新歌而说这些 虽然我们不能否定金汉在片场 与其他人相处愉快的一面 但从多次媒体的跟拍中可以看出 金汉确实是一名老烟枪 抽烟不离手 不过 无论个人习惯如何 作为演员 在与异性对戏时 最基本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周杰 大家应该对周杰并不陌生 在他的演艺生涯中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应该就是他和林心如 在《还珠格格》中的吻戏 据林心如自己透露 当年周杰和林心如在拍摄剧中的亲热戏时 周杰非要和林心如舌吻 并且还试图将自己的舌头伸入林心如的口中 搞得林心如吓得不轻 这件事在林心如回台湾之后被曝光 林心如在节目中说道 对方试着要把舌头伸入嘴里 过当时牙齿壁的超紧 于是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 有些人对周杰的人品产生怀疑 认为他是在拍戏的过程中占女演员的便宜 结果周杰的口碑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风平受影响后 周杰转行从商 已经多年不再拍戏 对于网上的议论 周杰也进行了回击 网友们也只是抱着看看的心态 直到林心如的种种言行曝光 大家才发现周杰可能真的是被冤枉了 声援周杰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大家开始意识到这背后或许有更多的故事 如果周杰真的被冤枉 那他不再拍戏真的是挺可惜的 一看现在还记得少年包青天里 他演的包青天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我们也要客观看待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而真实的情况也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林心如 刚才我们还说到林心如在节目上爆料 周杰强吻他 还透露说自己从来不拍吻戏 如果非要拍则会找替身或是戒位 有一次由于节目需要 林心如和任重有被安排接吻的情节 林心如对此抗拒到失控 甚至一度想要终止节目录制 好在任重非常的绅士 用拇指挡住接吻的部分 又没有冒犯到林心如 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环节 但是 如果你觉得事实真如林心如所说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曾经参加过一个拍摄 在拿到剧本的时候就知道有吻戏 他也并没有表示抗拒 只是问对方帅不帅 当得知对方是个日本大帅哥 他立即满脸开心回复OK 原来林心如并不是不拍吻戏 而是因为对方不是日本帅哥呀 严控其实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 但是作为演员 给对手演员一些应有的尊重才是起码的素养吧 张铁林 过年来 张铁林在众多作品中饰演的皇帝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表演让人感叹不已 皇帝的霸气 灰烟和人情为他都演绎的淋漓尽致 但是这种形象一直到他演以天屠龙计时被打破了 在剧中他饰演杨潇 托有些胸中有秋鹤 眉间显山河的大侠风范 只是他和陶红眼的吉小福有一段强吻戏备手争议 大家都知道 很多影视剧考虑到观众群体 吻戏都是清瓶点水 象征性的亲吻 主要突出的主要是氛围感的渲染 但是可能是为了突出杨潇纸爱吉小福一人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镜头 在镜头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张铁铭的舌头 还有曹红抗拒的表情 据说曹红当初看剧本的时候这里原本是没有吻戏的 而如果有吻戏 并且还是舌吻的话 在开拍之前是需要提前和演员沟通的 可能是为了不扰乱拍摄 曹红无可奈何还是硬着头皮演下去了 这个镜头甚至还长达40秒 真的难为你演员了 这种吻戏 演员演着难受 观众看着也难受 所以究竟为什么要这么演啊 当然 不是所有演员都像这样不尊重对手演员 还有一些演员 即使拍这种亲密戏份 也会保持自己的礼貌 让别人如沐春风 01 或许你对01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但是提起至我们暖暖的小时光里的顾未易 你一定有印象 这部剧真的太甜了 一太追剧的时候每天都磕身磕死 01和行飞真的配一脸 这部戏里也有吻戏 两人都是新人演员 演吻戏难免害羞 而且这场戏动作骨度有点大 一不小心就会碰到行飞 为了不让行飞受伤 01卷起了行飞的袖子 然后手指抓他的袖子 这样又避免了身体接触 又不会让行飞受伤 真的好暖心 朱一龙 朱一龙在网剧《震魂》中的精彩表演 让许多网友纷纷转粉 元气直线上升 毕竟他不仅有颜值 还有演技 给人的感觉也一直是温柔如雅 随后 朱一龙的篇约也是不断增加 成为现在炙手可热的演员 他和暗月希曾在《徐女扶生若梦》中合作 在剧中两人的互动真是甜蜜盗爆 网上还放出了一段剧中的吻戏花雪 这场戏朱一龙要避免暗月希 顺势再吻下去 不过在避免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手放在了暗月希的背后 防止女生撞到墙 还有一场拥抱的吻戏 因为害羞两人一直在笑场 而朱一龙还一直非常贴心的保护着暗月希 还有很多小细节都能看出来朱一龙的人品 怪不得喜欢她的人越来越多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与黄景瑜搭档主演的剧《幸福触手可及》一开始拍摄时 观众们对这部剧就充满了期待 热巴的演技在这几年肉眼可见有成长 这部戏中吻戏的画面 热巴无论都非常自然 不会让人感到刻意 还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 在和黄景瑜亲吻之后 她极其自然地擦了下黄景瑜的嘴巴 可不是吗 女演员都会涂口红 在亲吻之后 不可避免地会沾到男主角的唇部 但很少有剧中会展现出擦拭口红的细节 热巴为黄景瑜擦掉口红 不会让黄景瑜的嘴唇沾上口红 太过尴尬 而且这就像真正的情侣下意识会做出的举动 真的太真实了 谭剑刺 谭剑刺是个出道多年却才活起来的宝藏男孩 他在《劣罪图鉴》中的表现很出彩 虽然不是科班生 但是对于角色的把握和揣扰 一点都不差 而且特别努力 不仅如此 他也非常谦虚和细心 在拍摄《爸爸去留学》的时候 谭剑刺在剧中有一场吻戏 当两人慢慢靠近 眼看就要亲上的时候 谭剑刺却突然笑场了 原来他自己嘴巴里面积散了口水 担心会影响到女演员 同时也不太礼貌 虽然是为了对方着想 谭剑刺还是捂着脸 觉得对不起导演和女演员 在这个意外而诙谐的吻戏拍摄中 谭剑刺展现出了他独特的人品和细腻的情感 他的关心和体贴让人深感他 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个温暖而贴心的人 吻戏不仅仅是角色之间的亲密接触 更是一个演员展现真实自我的时刻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演员可能只顾自己 而有些演员则用心去关注对方 尊重和珍惜合作伙伴 这样的吻戏不仅让观众感受到情感的真实 也彰显了演员们的素质和职业态度 演艺圈需要更多演技好品行好的演员 他们的表现不仅仅是对角色的演艺 更是对整个行业的尊重和推动 那么以上就是一太整理的 在吻戏中暴露真实人品的演员们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